下一个颂词 第二个小课判里面 取入佛语之愿 一切如来欲清净 一眼俱众 饮生海 随诸众生 饮乐饮 一亿留佛 遍才海 这样的 但愿我们趋入佛陀的 刚才前面是佛陀的很多智慧境界 现在让我们趋入佛陀的语言境界 什么样的语言境界呢 十方当中的一切如来它具有六十种翻阴 就是六十种翻阴阴 它的特点和它的功德 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语言 一个语言它具足种种的隐身 如大海一般的 无量无边的隐身 比如说世尊在初传法论的时候 诸法无常 万法无我 积极涅槃等等 就这样的道理 其实人类有人类的理解方法 天界有天界的理解方法 而饿鬼和其他众生 他们有他们的声音来传说 就是声音来传说 所以世间人一般有一个人道的语言 只能人类听得到的 其他旁生和听不到 人类当中的语言也是 比如说我用四川话的话 那么四川人可能面前听得到的 那么其他人就听不懂 同样的 世间一般凡夫人 只有一种语言 这一种人类就听得到的 但其他众生根本听不懂 可是佛语不是这样的 佛陀的清净语言一个语言 具足无量无边的声音 而且这些声音都是随顺众世的 意乐的意 比如说这是小乘根基的众生 他能得到小乘法门语言的声音 如果他是大乘根基的众生 他能得到大乘的法门 所以三千世界当中所有的众生 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 佛陀所宣说的这些法随即接受 随着各种众生的根基和意乐不同 他们也有这样的接受 每一句语言也好 每一个语音 一一都是它流露出佛无量无边的辩才 其实这里的辩才 佛法当中的辩才是四无碍皆 也就是说 闪烁佛法的财能就叫做辩才 也并不一定说 我们经常讲这个人辩才很好 辩论很好 可以当律师 可以当阴迷法相师 不是这样的 佛陀他完全具足利益无量无边众生的一种语言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也要想到 我现在只能说一句话有些人能听得懂 有些人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得罪不少的人 所以我经常课堂上不敢说很多话 一说话好像本来不想得罪人又得罪很多人了 其实如果得到佛约的话 说什么都是一般来讲众生都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我一定要趋入佛陀的清净悦言 我得到 其实趋入也有一种得到的意思 从汉文的译本上来看 这个从此稍微有一点点 最后应该有什么趋入 铺入 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好像我看到唐代的不空 他翻译的 长劫得入佛辩才最后那个长长的入语佛辩才 这样可能更加好一点 这个不空的译文我这边准备了一份 佛音诗如果方便的话给大家发一下 我们这里有个别道友解释颂词的时候 怎么说啊 参考一下有些讲义 参考一下有些译本 我看到唐代不空的翻译跟藏文的译本比较相同 后面也有其他菩萨战和普贤法院的咒语 所以你们方便跟道友们发一下 尤其是我们讲课班现在还是比较听话的 因为也要讲考 一般他们以前是不必记的 现在根本看不到人下面一直在记 我这里这次要求比较严格 以前讲一堂课一直看着虚空 有些是闭关 有些是大座 有些是这样的 但这次我们演讲比较严格 所以每个人几乎80%的人都拿着闭 还是比较认真的 给他们看 给这些人看 其他人不知道怎么 尤其是我不放心 我们家里听着的还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 城市里面的人可能一边看其他的东西 一边表面上听一听 但表面上听的佛语是很深的 我们有智慧的人心专注得很难 搞懂里面的甚深意义 更何况一般人是以比较散乱的心听受佛法 所以听课的时候希望大家应该有一种 哦 我讲完了以后如果让我来讲这个颂词怎么讲 每一次应该有这样的 凭你自己的理解这个颂词怎么讲 应该不管是你入高级班也好 没有入班也好 凡是每一个人至少也是我们 每天都在念《普贤心愿品》 里面的内容一点都不懂我们天天念的 万一世间人问你们不是天天念《普贤心愿品》 可不可以把这一个颂词给我解释的话 你就是 嗯 我今天偷偷 你就看讲义吧 我看 我们不说其他的好不好 你最近身体好不好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至少也是我们把每一个偈颂 心中还是有一点把握 就是要 如果别人问这个接颂怎么解释 你应该还是会接受 这样好 所以刚才我说一切如来的清净语 但愿我们都得到一个语言 能暂时各种各样的语音来度化众生 随顺众生 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不管到哪里去讲经说法 让很多的众生得到利益 其实佛陀最珍贵的应该说是佛法 佛法有的话 他有信心的 有了佛陀的摄生和佛法两个比较起来 的话 佛陀在不同的经里面也讲了 佛法是很重要的 因为佛陀的摄生 他毕竟是在 像我们南载部族 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身体 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历史的说法 但是一般来讲 只是人们面前所现前的摄生 获得八十一岁的时候是先圆寂的 所以八十一岁当中所接触的人还是很少的 佛陀圆寂以后到目前为止 两千八百多年 两千五百多年也可以说 八百多年 有不同历史 这么多年的众生不断地 依靠他的佛语来度化 所以佛法和佛的身体应该说佛法很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一直一个上师 上师的身体和上师的语言 还是上师的语言很重要的 上师的身体如果他去一个地方 或者住在一个地方能见到的 这个是非常有限的 像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 他住是七十几岁 就是七十几岁 在这个当中真正能见到的人不是很多的 但后来上师的教言接受的人非常多的 我经常想 比如说宗喀巴大师 莫方仁波切或者汉地的很多高僧 他们住持的时间不是很长的 当然他的摄身即使在人民面前显现的时候 人们都不一定能接受的当这个上师圆寂以后 他的语言包括他的一些作品如果在 那能利益多少千求万代可以这么说的 所以应该在《大宝积经》还是佛经里面讲 一切难思议诸佛法如是 最难思议的就是佛法 若能奉行则亦为善诸行 如果能奉行这样的佛法 这种人真正的善诸行 我们现在需要一种信心 需要一种真实的见解 这种见解是依靠佛法来延续下去的 所以我们发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想到 但愿我真正有佛这样说法的能力 佛语的辩才 如果我没有佛语的辩才 我应该有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那样的 菩萨的辩才也是可以的 如果我菩萨的辩才没有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世间当中也有很多 心里有菩提心的一些善知识和高僧大德 他们的辩才也是可以的 我昨天听了一下上师如意宝的光盘 我听了一解课心里面一直在想 我们在一直听课的时候根本没有发现到 当时上师如海的辩才和如海的智慧 我就想我们都一样的吧 我还有时候可能也有时候是邪讲 这个地方上师说错了 这个地方上师念错了 确实产生了很多的邪念 也需要值得忏悔的 但是现在一看了以后 确实原来上师来到这个世界 度化众生的摄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可是他的语言 他的一些作品 包括我最近看上师的《无常歌》 在微博上一天有一个颂词 慢慢地给大家分享吧 虽然是一个偈颂 但是一个偈颂真正能想到 比如说秋天的白云能暂时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荣华富贵和安乐 因为白云我们都知道 现在可能这边是春天 如果秋天的话 一般在藏地的高空当中 白云如雪山一样堆积 层层叠叠叠的 但一会儿消失无踪 无踪无影的 然后这个道理可以展现世间当中的一切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和快乐都是现实无常的 所以如果你深深地思维 其中一个几种意义的时候 原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善知识已经来过 不过他们也是不同的世间当中 把最珍贵的法宝留在世间 然后自己实现涅槃的 实现涅槃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也是以后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 肯定有很多的无常 包括自身也有很多无常 在这个时候要发愿 我们趋入诸佛菩萨这样语言的辩才 那利益众生也是非常容易的 这一个偈颂主要显示第二地菩萨的清净地 因为第二地菩萨能满足一切众生 自己相续当中有清净的戒律 无有耽著 所以我们发愿像二地菩萨那样的境界 就是如意诸佛的这种语言